这个地下室是个胃爆弹 我们可以在上面安心的睡觉吗 我们的生命财产就在这个132个炉火上面 你没看错地板上这一根一根数不完的瓦斯管线 这个看起来就像是胃爆弹的地方 就位在台北市的金华区大安区新一路四段的云门大楼地下室 10亿元减苏培梯报 这个总面积有696.72平方公尺 相当于210坪的地下室 被国外共享厨房业者在今年8月已申请餐厅使用执照名义 隔间层31个厨房设置130个炉火 整个座位区域才60.69平方公尺 大约是18坪左右 使用面积不到一成 业者预计在明年2月完工 不过这个共享厨房放了130个炉火跟一大堆瓦斯管线 俨然就像是一个大型火药库 让住在楼上的云门大楼住户人人自为 云门大楼住户发言人季小姐更指出 现在地下室成了这个样子 跟当初业者所说的有落差 他当初来这里的时候 只是单纯告诉我是一个餐厅 到最后慢慢的演变才说出来 他们是一个30几个分享厨房 他说他是餐厅 但是我想这是担这个法律上的漏洞 今天早上北市议员简舒培跟罗志强到现场会看 地下室门口被大批人马包围 最后只有议员建管处还有商业处等相关人员 又进去地下室一探究竟 现场大批媒体被业者以安全为理由 阻挡在外头不能进去拍摄 在外头就是采访可能进去的话就采访可以用 不吸吗 对对对 他现在只要大家 弄的地方都会有这些管制的需求 比如说安全上口的我们用依法都可以吃 就是一般厨房而已 要可能贴近像美食介绍概念 不是130几个 不是不是这样 但是误解不可能有那种东西 虽然业者声称这事共享厨房 在制作餐食之后 透过外送员把餐点送到客人手里 但外送员在巷子里骑车进进出出 甚至把车停在巷弄内 都会间接造成居民困扰 我想UberEat Food Panda 他们会存在就是因为外食人口的多 台北市民在这个充满 所有都是卫报在瓦斯管线下生活 只要这个点他们成功 所有马上就会复制 看到这么多市民 就住在充满瓦斯管线的卫报单上 但产发局监管处代表仅表示 当初是核准业者做餐厅使用 业者也是申请餐厅的室内装修 目前还没有办法认定 这边到底算是一个餐厅 还是31个厨房 目前来讲确实对于餐厅 厨房跟座位区 是不是有一定的比例限制 在目前的法规是没有的 那现在如果是来申请餐厅 那当然就我们就不会 对于这种新型的这种营业形态 在我们的建管系统里面 就抓不到这样的使用类组 这个业者设了31个厨房 你商业处你都发局你建管处告诉我 它是新兴行业 这不是很荒谬好笑吗 不过呢最让人傻眼的是 这场会刊结束后却没有一个具体结论 建管处只说会暂时管制 不会让业者办军工 但是现在这边可是有30几个厨房 难道我们要等到业者营业之后 才要去做处罚吗 如果你家的楼下 有一百多个明火的火源炉火 请问你还敢住吗 在允许共享厨房设置之前 台北市政府真的要帮住户把关 也要帮业者好好的来审视这样的环境 适不适合来设置共享厨房 节奏